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在美国西雅图的Tacoma那条桥 这个嵌桥事件的83周年的日子 我们就回忆一下这次的事件 我们找到的材料其实都不是一个很新的材料 就是一个在2015年 这个物理杂志里刊登的一篇纪念文章 当时就是这个Tacoma嵌桥事件的75周年 我们在今天这个83周年那里 借题发挥拿这件事来和大家重温一下 一些有趣的故事 还有有一些原来我们发觉 我们好像当凤子从来不怀疑的知识 原来都是要有些事情重新审视的 但是为什么一条倒了的桥 和这个物理学有关呢? 这件事我自己第一次问了台长 你其实以前读书时代有没有听过这条桥? 有 我有听过 但是我举另一个例子更加震惊 这是十几年前的 发一下发一下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 是啊 跟着就 没想到 没想到这条桥 发一下 发到好像你发过一条 我知道 跳繩那些 是啊 你听到上面你不害怕吗? 是啊 我不在上面我就不会害怕 我在上面我当然很害怕 是啊 那个疑问就是 那条桥都不是得空减料 但是怎样会发明发去呢? 是啊 是的 那这么说吧 你多硬正都好 其实都有少少的淡性 就是差在那个淡性多强多弱 你就算钢筋水泥混凝土这些结构 甚至乎你有时特意起到 和震动的 甚至乎那条桥呢 我们今时今日 你说如果在香港来说 那些什么 丁九桥 吸水门桥 青马大桥 尤其是青马大桥 因为它这么长 和它暴露了一个室外这么大的位置 和起得这么高 它吃起风上来可以很厉害 就是一打台风的时候 就是你发觉 一个台风去吃风的那条长度的范围 它不是一个吊桥的结构 它不是一个吊桥的结构 就纯粹是有些桥的上面 浪那条桥的意思而已 但是青马大桥就是两个大桥 中间的距离是远很多 所以中间就有些钢纜来吊着的 结构呢 就是那个 怎样能够减少它受那个 外来风吹草动的影响 和万一它是摆动的时候 怎样可以去 减低那个摆动 令到自己能够平息那个震动呢 就在那个土木工程里面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我自己记得我去第一次看这个 这条桥的例子 是我自己 应该是一九九几年 我自己读这个 预科物理的时代 那里面我们读到一个物理的现象 叫做resonance 共振现象 那当然啦 老师就会去拿一些工具 给我们看什么叫共振现象呢 这样 那然后就看回书了 他就介绍到就是这个一九四零年 嵌的这条Takuma Bridge 那当时就是因为呢 他就不停地摆动 停不下来 那然后我们就说 那就是因为这个共振现象呢 就是 吃走了那些外来给进来的震动能量不得止 他自己的摆动还越来越厉害 最后就整条桥倒了 那这个桥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 是对于一些土木工程 和一些叫做 预科程度 读物理的人呢 一个 就是 教科书题材来的 所以我估计很多那些 理科 就是这样的例子的 是啊 那你看那个相片呢 你看到呢 就是又是化了化了 那最后呢 就是承受不了 那就断开了 那当时是否认为那个共振 是导致现在 就是后来那个桥呢 是倒塌的 那这样说 嗯 很有趣的 一路呢 原来去到呢 事件发生之后的 即刻啦 乃至到去二十世纪末啦 到这个二十世纪初呢 都一路有这些评论文 将它重新反思这件事件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 那个的 即时的考察就是说 最紧要在这条桥上面 加上一些的装置 就做 我们叫做一个叫damping 就是那个呢 尝试将那个 就是我首先 有理无理 就是如果呢 那条桥被那些风吹到摆摆下都好 我没有能力去将那些桥本身的摆动能量 转化了成为其他东西 从而令到它就没有那么有效地去震呢 其实呢 就算是今时今日 就是有些的那些叫damping的机制呢 你都会觉得很实用 那种呢 就叫做用一个电磁铁的原理 去帮我们做damping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在那个桥等 就是那个桥本身的结构 和那个桥等本身的结构那里呢 要加一些 一些金属的东西在那里 就是这个桥本身的电力 而这些电力呢 最后就会用一个 热力的形式去散走 其实就好像你尝试去 整一个的电磁铁 但是你 那些电磁铁最后的能量呢 就用一个热的形式去散走 其实应该这么说呢 大家如果有用电磁炉打边炉呢 其实就是由一些交流电的电流 去怎么样将它有效地转化 成为热能的一个机器来的 那在这个能量上 原本是由那个桥的摆动而来的 最后有部分就散失了变成热能 那就是说原本那个桥的震动能量少了 所以整条桥的震动程度 就应该要是减少了 那其实就是所谓 怎么样去令到它不要那么震 或者令到它的震快点停下 就是怎么样做damping 这件事呢 其实不外乎就是在物理上面 你怎么样尽快将这些震动能量拿走 把它拿走去变成其他东西 这种做法 有人就会用电磁的方法 甚至乎主流传统一些 就会结合一些 将它移到另外一块摆动的东西那里 而那块移动的东西 它怎么移动都好 是不会搓我自己的桥的 你就将那些摆动的能量 射给其他东西 那在这些 譬如你说 日本去研究那些建筑物 如何防地震呢 其实就很有心得的了 当地在里面摆不同的重量 令到你将那个震动能量 就採集了在一些 不会影响到整个建筑结构的位置那里呢 那这个就是土木和建筑工程里面 经常是很熟悉的一个问题来的 那后来加了那些什么叫做电磁学的方法 来去做这个damping呢 那这个就是 就是物理学 工程学那里又给出来另外一种的贡献 那这些东西呢 之后那里呢 大家就好好地去审视这一样东西 那但是要回到他们的主题 其实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科书就会说 哦 共振现象 就令到这条桥倒了 那然后怎么解释呢 你就算看今时今日很多中文英文去的解释呢 都会是用一个这样的方法跟你讲的 很大风吹过这条桥 于是乎呢 这些风呢 吹得慢的时候呢 就好像你去 就是 你去 外面用手去推一条桥那样 你如果那个风吹下 吹下吹下吹下 或者就是你有时候那种 在那个山头的地理变化 令到它 就是 构成了一个效果就是好像不停地去 就是间歇地去拥一下拥一下那条桥的时候呢 如果你拥那条桥那个镜 拥那个力水和那个频率 对的时候呢 就好像你拥小孩打千秋 拥得对呢 那个小孩会越推越高 越动越劲的 其实就是 就是 那些爸爸去推那些小孩小孩去打千秋那一下呢 你的节奏控制得很好的嘛 其实你控制到那个节奏就是一种叫做 是将你的能量最有效去全书转化成为那个千秋震动的能量 那于是乎你给下去的那个 推进去的那个节奏 跟那个系统本身的节奏夹得对的时候呢 就 那样的现象了 所以你问我 不要说到那么复杂 什么为之共振呢 你推别人打千秋 本身就是一种共振来的 那现在那些风如果去吹一下折一下那个节奏 是刚好夹得到那条桥自己本身摆动的时候 那种千秋的 好像千秋形式那种震动呢 那于是乎就是你那些风的能量很有效地 好像推千秋那样令它越震越劲越劲 最后就倒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呢 计算和思考给出来的答案来的 那但是原来在后来的那种工程学 和你学家的那种研究里面的反省那里呢 其实那个图像是复杂很多的 那有人就说 哎 其实呢 那个共振的能量 不只是来自那个风的 是你的车的引擎那些声音都有一个频率的 而这些声音频率又隔到那条桥 就让它有共振了 所以就算解释那条桥怎么倒的那个故事呢 都有 就怕计算 你真是要去计算一下 看看是对不对的 那最后发觉原来呢 那个共振的效应 那个贡献呢 不多的 其实纯粹就是你可以说呢 那风吹到它很厉害 摆到它一边的时候 跟着呢 它就一路这样坐 就是其实就是纯粹就是说 那个风和周围那个地理结构 产生出来的那种揣流 是令到它那个造成了去 想停都停不了 那于是乎是倒了 一样东西呢 反而是今时今日呢 才是说 就是一个更悶的答案来的 那条桥怎么倒呢 原来呢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共振 其实更加多原因呢 就是说 那风吹下去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那风的力度很强 是的 另外一个 在那个 那些物理科的教科书 出现了几次这些错误的 其实我们解释 那飞机为什么会飞起呢 以前我们说到 又说要用到那些什么百佬 来 其实不用这么简单 不用说这么复杂的 你的飞机为什么会飞起呢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机翼 这样打斜去切空气的时候 将那些空气 某一部分的空气向下撞 那你的机翼就向上升 其实原来最大部分的贡献是来自这样的 就是空气浪起了飞机 是的 就是你将那些空气向下打 于是乎你就向上面升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最后是悶的 就是答案原来是悶到这样的 就不是说又讲到什么 流体力学定律 那里都有 但是最后只能够解释到10%左右 其实原来 那这里我就扯远了 那回到这个文章写的故事 原来很有趣的 就是刚才台长你展示了几张照片出来 但是其实在网上你是找到有片 有片是讲这个桥是怎样去倒的 但是原来在这个回顾的文章里面很有趣的 他说我们今时今日看到的那条片 那条片是有些失真的 失真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原来它是播得快了 而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去这里解释了 原来当时拍这条片 拍的时候用的那种技术 就是那个16毫米那些摄录机的技术 那他拍的时候呢 就是一秒就是预理好像24格的 就是如果我的资料错了 台长帮我矫正 但是他把它转成为 用那种8毫米的格式来播 就用了1秒30格去播 那就是说原本那些过程 是在24格呈现了这个时间的事情 突然之间他就放得密了 是播了30格 所以在那个后来去转录了那条片里面 看到的那个图像呢 其实是快的 就是那个震动其实没有那么快 但是播出来看了 是快动作的这样播出来的 那就是很有趣啊 这件事情直至到 就是说 才把这件事去回顾出来 那他还要对回就是说 当时现场的目的者 他数那个震动的时候 的而且确呢 就不是好像那条片里面播得那么快的 就是其实就应该要是慢一点的 那然后那个文章呢 他就介绍到就是说 那个背后那个嵌桥的原因呢 就不可以好像教科书所说的 就只是说用共振来解释完的 其实就是说呢 那个共振只能够部分 就是贡献到一个很 更加主要就是纯粹就是那条桥 那条桥就是 就是他叫喬育 那条桥就是 那条桥就是 就是叫喬育 然後就倒閉了 是 大家可以看看詳細的文章內容 我們今天的科學生之義完全完成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